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由于苹果的营养丰富 吃起来口感脆甜爽口 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相信在家里面有不少朋友买的苹果 都会出现这种烂一点点的情况 那么像这种烂一点的苹果 我们一般都会直接拿刀削掉 然后照常吃下剩下的那一部分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像这样烂掉一小块的苹果 我们也不建议再使用 因为像这样的苹果也算是烂苹果 我们如果经常吃烂苹果的话 很容易导致中毒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好 苹果烂掉以后呢 就算是只烂掉那么一点点 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就这么一小块 其实它烂掉的这个小地方 会产生很多的细菌 黎菌等有害物质 会通过果汁渗透到这个苹果的其他果肉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吃了这个烂掉的苹果 那么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所以说 烂掉的苹果千万不能吃 就算是烂掉一小块的苹果 也是不能吃的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 就烂掉这么一点点就不要了 多可惜 当然不是 其实烂掉的苹果呢 我们大家也不要扔掉了 烂苹果的作用和用途是非常大的 我们完全可以将它变费为宝 放在我们生活中 用途是非常大的 下面就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将烂掉的苹果 将它切成片 如果是一整个苹果就烂了那么一点点的话 那我们就把烂掉的那一块切下来就可以 切成片之后再改到切成条 切好之后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子 我们再距离塑料口五分之一的地方 用剪刀将它剪开 剪下来的这一部分先不要扔掉了 先放在一旁 等一下还有用 接着我们把切好的苹果放入塑料瓶中 再用家里面的擀面杖这样去把它捣碎 坏掉的苹果变得非常的柔软 我们用擀面杖轻轻的倒一下它就碎了 倒到苹果出汁的情况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烂掉的苹果倒成这个样子 可以让苹果里面的各种物质更好地出来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加水的时候不要加的太满 大概加个八分满就可以了 加这个高度就可以 接着在塑料瓶的顶端盖上保鲜膜 把它密封起来 苹果在密封的状态上发酵得更加快 因此我们一定要保证苹果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 密封好后 我们可以将苹果放到阳台上面 由太阳的地方进行发酵七天 这里说一下 为什么水加的八分满 因为在发酵的过程中 瓶子里面会产生气体 我们加到八分满 这样就刚刚好 如果你害怕里面的苹果水发酵膨胀出来 那么可以每天将保鲜膜打开透一下气 然后继续盖上 发酵够七天就可以 我们在做这个苹果水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塑料瓶子 不要选择玻璃的或者是瓷器的东西来装 这样的话 在发酵的过程中 容易产生气体 可能会引起扎裂哦 发酵好的苹果水 颜色变得更深了 发酵好的苹果水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用了 家里面有漏斗的 可以准备一个漏斗 没漏斗的 可以用矿泉水瓶 像这样剪成一个漏斗的形状 接着将发酵好的苹果水倒进去 苹果水倒进去之后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进行稀释 再把喷壶干拧紧就可以了 先来说说苹果水的第一个妙用 用来洗碗 像这一种上面有许多油脂的碗 我们平时都是用洗洁精来进行清洗 那么有了这个苹果水之后 我们只需要在盘纸上喷洒一点 然后再来清洗碗 这样可以很容易的把油脂清洗掉 很轻松的就被搓掉了 因为发酵好的苹果水里面 还有柠檬酸的成分 可以很好的软化油渍 清洁油渍 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苹果水是一款纯天安的清洁剂 没有任何的添加 洗起来也非常的干净 方便 看一下这个碗多干净啊 一点油污都没有 可以说是洁净如新了 第二个妙用就是清洁灶台上的这些油脂 我们只需要喷洒这个苹果水 然后再用毛巾这样轻轻擦拭 看非常的干净 很容易就将油脂擦干净了 像平时我们直接用抹布来擦 根本就擦不干净 而我们用这个苹果水来进行擦拭 只是要喷洒一点 就可以轻松的擦得干干净净的 如果您觉得污渍比较顽固的话 那么就可以反复的多喷几次 多擦几次 那么我们的灶台就可以清洁如新了 对比一下 您还知道刚开始的样子吗 第三个妙用就是用来浇花 可以让我们的花草长得更加棒哦 现在家家户户 基本都会种植不少盆栽 那么有了这个苹果水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它来浇花 也可以喷洒在花的叶子上面 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花长得更加旺盛 叶子也更加的绿 因为烂掉的苹果水里面 含有多种的营养元素 比如发酵好之后会形成一种钾肥 或者是维生素 这些元素都可以给花草提供很好的养分 第四个妙用种植盆栽 苹果虽然烂掉了 但是里面的种子还是完好无损的 像这样就可以把苹果切开 将里面的种子取出来 接着准备一个盘子 在盘子上面垫上几张纸 将纸喷湿 湿得纸巾能够有效的吹牙 接着将辣苹果的种子放在上面 就这样放两三天 如果害怕纸巾干的话 上面还可以盖上一层保鲜膜 就这样放在常温下 放置两三天 让它发芽 待苹果种子发芽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比较优质的土壤里面 埋起来等待它生长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家里面有院子 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种树的盆子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将烂掉的苹果 直接给它掰开 然后连苹果一起埋在土壤里面 这样也是可以的 因为种子它会在适温的条件下发芽 而苹果烂掉之后 正好成为种子的养分 这样可以让种子更好地生长起来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几个烂苹果的妙用 您还知道苹果的哪些妙用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旧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个视频的视频